问题与讨论 1. 酸碱反应后,容易的温度有何变化? 容易的温度会升高,表示是放热反应 2. 分态在本实验中的作用是什么? 容易颜色变化代表什么? 以分态当指示剂,由容易的颜色变化来判断酸碱反应是否已到达终点 3. 盐酸和氢氧化纳中和后的产物蒸干后,会观察到有何物质生成 3. 盐酸和氢氧化纳中和产生氯化纳和水,所以将水蒸干后会得到氯化纳 7. 盐酸和氢氧化纳